总会中心宣布三级防疫持续之后 但是13号可以开始围解封 再交由地方政府来自己弹性调整 好把这项责任推给的地方之后呢 开始双北生活圈就出现不同调的情况 来看到电影院还有这个运动中心 很明显台北市跟新北市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有限度的来开放 那必须梅花做戴口罩 那另外一个是完全暂停开放 一文展览也有不同的限制 好多人也在问那如果想看电影的话 会不是跑到台北市就可以了呢 那是不是也造成人流的移动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炮轰中央 认为应该要有共识再发布 而不是发布命令后就不管 非常不责任 大规模清销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 闭门两个月的电影院 终于获得微解封通行证 台北市的电影院赶紧做准备 但新北市却不同调 大门紧闭往里头看 会台空荡荡 应该会有一定的风险 最好还是大家同步一点比较好 我是觉得从严一点比较好 虽然现在确诊人数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再爆发 中央点头 但双北不同调 就怕想看电影的新北市民 往北市跑 人流移动增加传播风险 面对外界之一声让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回应了 有一个共识在发布 现在就是中央只要发布个命令 后面他都不管了 然后就是各个县市自己去决定 问我的话 我觉得这个相当不负责任 炮轰中央不负责任 导致业者得因地制宜 为了避免民众现场排队群聚 就引臣推出新措施 以往线上订票手续费要20元 为解封后 手续费打一折 只要2块钱鼓励民众先订票 遵守各地方县市首长的决定 我觉得因为场次的一个规模有限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场实际上来排队的人 没有那么多 统整双北为解封规定 餐厅内用看法一致 统统不开放 电影院台北市有条件开放 新北市一律不准开 北市运动中是因开放中低强度 非身体接触的运动 新北市暂停开放 而一门展览空间 台北市采预约制 人数控制在100人以下 新北市只开放户外空间 容留人数不超过40% 为解封地方各自为政 搞得民众母沙沙 记者今天是许兄明 新北市报道